两年多来因为疫情的原因 护理人员特别的辛苦 就在今天5月12号国际护士节 县议员谢国荣特别请在场的县府官员和县议员们 向劳苦功高的护理人员致意 也祝福护理师们护士节快乐 COVID-19席卷全球 台湾这两年多来因为疫情的影响 护理人员可以说是相当的辛苦 而在今天5月12号国际护士节 谢国荣在定期大会上午结束的前夕 向全国护理人员致意 同时也请在场的官员们 以及县议员同学们一起来 向第一线的护理人员脚打气 祝福护理师们护理节快乐 我们今天刚好是我们花园县议会 县认总实行的第一天 也刚好是护士节 感谢我们所有的医生跟护士 帮助我们守护我们的健康 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议员跟集图首长 祈福其力跟我们的护士 副阁长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 �히 Katrina 谢国荣表示 5月12号是国际护理节 是全世界共同经历护理创始者 南丁葛女士的日子 也是白衣天使专属的节日 在医疗体系当中 护理系在第一线与民众接触最多 也照顾民众最辛苦 Shield niin 表示疫情期间 第一线的会议人员都是相当的辛苦 除了照顾病人和家属 也有自己的家人要照顾 再提醒会议同仁们能够确实自身防疫初始做好 同时吃好睡饱放松心情 照顾好自己才能够照顾别人 同时也祝福所有会议人员能够平安喜乐 记得小王一欢迎收视频道